Youtuber陌生夫妻35岁丈夫安森 9月6号深月11点多 骑电动自行车外出时 遭有辆汽车左转撞上 头部受创当场失去意识 经过抢救后终于在今天传来好消息 安森在IG上上传了一则 戴着眼镜自拍的现实动态 脖子跟头顶贴有纱布 下巴处也还插着点滴 但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 那天照完之后医生的解说 是他大部分出血的地方 都有慢慢在被吸收 所以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医生就说 那我们就开始降那个镇定计 妻子默默13号就有透过直播更新现况 表示安森当时带着呼吸器无法说话 但跟当分享儿子的照片时 会有反应逐渐回复意识中 今天是安森车卧后首次肉面 朋友也急起希望他早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